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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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住卡數,你的卡加起來 怎麼都夠50萬 伯母 你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阿愛,結婚而已 不用這麼大數吧 一輩子一次,幾大數 你都要想辦法 阿樂,我們阿愛這麼漂亮 你不把握機會 就沒有了 我知道,這樣 結就結 好啦,那我們明天就去訂酒席 到了夜晚 這麼大條數 明天怎麼還 早知道,不要這麼快答應他 籌帳又怎樣 既然答應了,唯有做了就算了 之後上樂 就好像得個殼一樣 又要做事,又要陪李愛辦起事 幸好同學王正 偶爾都會安慰一下他 阿正,我真的很沒用 為了個女人 嫁到自己人像人 阿樂,如果你不開心 可以不結 算了 我不結婚的 還哪有女生肯嫁我 怎麼會沒有人肯嫁你 我呢 蛤,你 我一直不接受其他男生 就是因為你 阿正,我知道你對我好 但是,現在我怎麼可以接受你 一日一日感過 就來到結婚那天了 阿愛,我問了朋友 都借不到十幾部靚車 不如算吧 我不管你 你租都要租十幾部回來 不然我不嫁的 阿愛,何必浪費無謂錢呢 我喜歡這樣就這樣 總之少一件事我都不嫁 你考慮清楚 是不是不嫁 總之你找不到十幾部靚車 來接我我就不嫁了 到結婚那天了 李愛就在家裡呆等 但常樂呢 就一直都沒有出現 到底常樂去了哪裡 原來常樂決定放棄李愛 之後他就找來 鍾情自己的王正做新娘 娶妻求淑女 王正已經成為常樂心中真正的公主了